想要比他人更了解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吗 OneBalconi YouTube平台等着你 带给您最新最强的好料 拿起你的市值 马上按一按 Subscribe 开启小铃铛 我们会让你货起更多的房地产好视频 你在房地产投资不再孤单 OneBalconi陪你探讨房地产 一台手机 一个Apps 带你走进投资的世界 有马来西亚最前面性的房地产网络平台 OneBalconi一号阳台 以马来西亚第一本 也是最长命的房地产杂志 大马房地产 联合推出的每周一集 王牌对王牌 重点谈谈是 每逢星期三晚上八点半 在Facebook呈现 也将会由大马房地产杂志报道 一样的 我们要求业界内 或者对有相关课题 最有影响力 最高层的领导 或者是最专业的人士 上我们的节目 首先 当然是想邀请各位 like我们OneBalconi的Facebook 也希望你能够subscribe 我们OneBalconi的YouTube channel 当然更加希望 能够邀请得到你 成为我们OneBalconiAPP的免费用户 在这里 我再一次的欢迎大家 我是今天的主持 Guarantee 郑水星 也是OneBalconi大马房地产杂志 Nation Property Review 英文房地产杂志 Yes Property People and Place 英文版的旅游与房地产 保障的社长 以及书版人 OneBalconi大马房地产杂志 推出的王牌对王牌 重点谈方式 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大家的收看 好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 王牌对王牌重点谈方式 现在正式开始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郑水星Guarantee 那么我们王牌对王牌 将会分成几个系列 这个第一个系列 是叫做重点谈方式 今天每一次霸集 今天是来到这个重点谈方式的 最后一期下个星期三 王牌对王牌 将会继续的 用新的这个一个面貌 来跟各位见面 守住下个星期三的 王牌对王牌 当然最重要的是 你首先呢 就要赞我们的这个Facebook 你就可以每天得到 我们最新的 这个进展的消息 今天我们邀请了上位 特别有心得和经验的朋友 为大家特别的分享 他们上位呢 对于马来西亚 这个房地产政府的政策 未来都非常的有经验 有研究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 他是 Lado T. Lenin 就是Lado 郑年龙律师 Lado 你好 大家晚上好 Lado T.呢 他是T&T 就是郑与张力师罗的 这个执行的合伙人 在法律诉讼 在产业转让 以及企业法律呢 都超过了整22年的 这个丰富的经验 那么他在写栏 而这个律师公会的 产业转让 自行小组 SREC委员会中 是任职的 那么此外呢 他本身更加是一位 非常自身 而在很多东西呢 很多投资方面 都讨教了Lado T. 他是自己本身 是一个自身的投资者 而且呢 担任了很多上市公司的 这个法律顾问 谢谢Lado T.的出席 今天 那么第二 好谢谢 那么我们第二位呢 是叫Kenny Chia 这个谢作丽 你好Kenny 大家晚上好 HeyKenny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他是我们著名的 一个房地产的讲师 我们的房地产达人 是作家 也是投资者 俱乐部的开创的领导人 他也是一个全职的投资者 而且最近还做了发展商 那么在中文的房地产交易方面 他的贡献蛮多的 而且曾经也做过 我觉得是一个团购的专家 那么是新界级的房地产 接着投资的一个达人 而且在海外 也做了蛮多的工作 那么他是一个 崇尚团体精神的房地产投资者 从早期进行个人投资的公益 到目前探索土地发展 全能的团队的一个领导人 感谢Kennie的参与今天 那么第三位的我们的Dr.Peter E 那么Dr.Peter E 你好 你好 我之前还在找寻他的中文名 叫做于广财博士 他是比较在英文界 比较出名一点 那么当然中文界也时常采访他 那么他是一位著名的房地产讲师 也是写了蛮多本书 就是一名作者 就是You Can Become Rich in Property Property Secrets 这几本书都是他写的 那么他之前也成立了 Kell Slangor的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学会 还有Supermind Life Academy 也是由他成立的 那么我们介绍了今天三位讲师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那么今天的课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课题是政府的本家 已经开炮就是了 那么到底房子是可以买了吗 或者是说很多人还在说 房价还会再跌吗 因为当然这个所谓的本家 不是完全是讲房地产的 它是cover 它是一个层面比较广阔的 所以房地产在很多方面 也没有照顾到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东西 不可以投资 我们今天请了三位 非常有在这方面 有专业知识的朋友 的专家来跟大卫分享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 这个短期经济复苏计划的 这个所谓是 经济饱饭碗 我们要讲饱饭碗和 这个旧经济的一个配套 算是不是成功呢 我们来谈一谈 那么他对房地产到底 有帮到什么吗 我们可以请 可能先请 Gavin 你好 大家好 关于这个问题 到底这个整个 所谓的短期的经济复苏计划 算不算成功呢 怎么说 成功与否 我认为是非常相对的 我不认为它是很成功 可是是比较说 比上有余 比下不足的那种 最大的因素是因为 它的doseg 就是它的那个力度 太少了 当然我们就算不和美国 或是日本那些先进国家来比 他们配号都是造的 trillion trillion的 我们比上来 其实非常的小而可 当然就算和邻国比的话 我们的力度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不足够的 那在里面的话 我认为 饱饭碗这一块里面 最帮助最大的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 我们所谓的WSP 就是Wageal Subsidy Program 那在这一个 extension下面 它的时间延长了三个月 只是从1200块 就把它reduce到600块 所以在这方面 我认为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补助吧 对 但是听说 这个什么找工作方面 就是事业的还可以 请他事业的 还可以有这个补贴 所以房地产界的 应该要恢复元旗 都需要请很多人 是不是鼓励这个房地产的 发展商的老板 或者中介公司 去请一些事业的人 有没有这种机会 对这个宣布之后 有啊 就是你补贴 就比如说我们历史楼 方面都请那些所谓的 intern 就是实习生的话 其实政府应该是 有少许大一个1000块的 可是这些详情的话 可能还要在之后 才再看他的详情 到底是会 subject到一些 怎么样的 所谓的condition 所以各位听众 好的东西是在那边的 但是很多人 其实不懂得怎么样去拿 那么当然我们这边 有几位专家 平时呢你在OneBalcon 你也可以问问题 我们有一个Q&A session 你也可以去看的 那么我们请可能 Kennie谈一下 这一个你对于 这个本家呢 对房地产和 这个我们的经济的 影响力度会够吗 OK来 首先 我本来看到呢 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推道 对这些 P40的group 还有M40的group 可能呢 力度会比较大 首先 最重要就是保证大家的饭碗 那谈到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市场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是给那些有准备的 或者是对自己的这个事业 或者是他们的生意的前景呢 就非常有信心的 这个时候应该是进场的这个良心 那如果有一些刚刚经历呢 可能呢 他就是刚刚离职 在找个工作 我认为未来半年 如果说他们要进场 买房地产呢 可能 大多数来进度比较不现实 所以这个被害我刚才来看呢 对那些已经准备好了的 然后有一些资金在手的 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像这一次我相信很多人 没有猜到就是这一次政府 还会重启十多年前 很受欢迎的 就是FREE的这个LTGP 那么这未来的这个一年半 就是卖掉的话呢 就是可以 就是三间 第一的是三间 那个住宅也是个人的这个名字 卖呢 就没有中这个LTGP 这方面有可能很多人 没有猜到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那昨天呢 晚上我也跟身边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是从事这个房地产中间 那这个从事房地产中间呢 就跟他们 因为他们都在前线嘛 他们都在从事这一行 就是每天呢 就对应着这些买家 或者是要卖房子的人 那从他们的这个语气呢 是我看到气氛是蛮良好的 包括在这个NCO期间 我自己本身就有份参与的 也有投资的 其中两间也在这个NCO期间 他也成功帮我给卖出去了 哦 不错 这NCO里面还有交易 这个算很好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好消息了 今天吉隆坡河起来呢 迎来的是零感染的病例的 零病例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开始呢 都是一个好时候了 那么投资者真的要能够 把握良机吗 今天我们再探讨一下 到底什么东西还不可以买 到底什么东西要马上进场了 我们再来请一位非常自身的 这个房地产的研究者 就是Dr.Peter E 我们来请Dr.Peter E 谈一下 这一个短期的 这个复苏的计划 到底你怎么看呢 我看呢 这个本加纳是很好的 有比没有好 特别是关于产业方面 特别这个RBGT拿掉 这个会改变整个 产业的行情 本来我的书里面写 现在是冬天 这个改了RBGT拿掉了 就是我看呢 大家的意见就是 春天的开始 常业春天的开始 这个我意见 好的 春天的开始吧 我看今天 你看Dr.Peter E 后面有很多春花在躲躲开 所以应该是春天的开始 我们这里感谢 感谢 Dr.3虎哥 Mr.Fong 欢迎你们进来 Mr.Kong Fu 上次进来 今天又看到你了 欢迎你 谢谢你们 欢迎你们进来 还希望大家把我们 今天的晚上的节目 分享出去 YP Herb 谢谢你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这个 这个 整个计划里面 整个本加纳里面 我们看到最多就是 重新推出HOC HOC已经是有很多次了 第三次今天算是第四次了 那么今天的HOC里面呢 我看 Dr.T可能会很了解 因为设计到是什么呢 设计到我们的这个 Stand Duty 印花税 还有这个 设计的 然后当然设计到几个层面 我们请Dr.T来介绍一下 这个HOC 也不算是新的 那么再推出来 去年已经推了 再推出来 有什么差别 或者是有什么更加深 或者是在这个 非常实际的影响度 会更大 那么我们的投资者 怎么样 借着这个优势 来投进我们的房地产 那都可以请一下 好的 Gavin 陈主你所说 HOC第一端 其实这一次 已经是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应该是去年的 1月到6月 之后 由于反应良好 我相信又从 Extend从7月到12月 去年的12月尾 那这个HOC 对整个产业 尤其是一手市场 肯定是带来 非常非常正面的 这一个影响 那就 诚如书记上面 也看得到 就是说 根据调查 就是2019年 一直到11月 我相信 发展商 在一手市场里面 通过这个HOC里面 已经销售了大概 233亿 23.3 billion 是233亿 对吗 也成功 clear了 就是那个所谓的 stock是大概 住宅产业的话 大概是31个 31,000 3万1千多个的 那个units 那在这边呢 它的 首先如果要 qualify for 这个HOC的话 第一个条件 就是说 你一定要 发展商一定要 折扣一个10% 那这个10%的 价钱呢 一定要是从你 APDL那边 那个KPKD 已经approved的 价钱那边扣下来 所以在 变成在你的 买卖合业上面 你所著名的 那个一定是 已经扣了 那个所谓 10%的那个 那个价钱 那就比如说 如果你有一个 500千的 那个产业的话 那扣完之后 10%的话 S&P上面的 价钱就可能 就是450千 那450千的话 在这样的市场 很多 发展商为了 要刺激 那个所谓的 那个 销量的话 他们都会 额外的再 给多一些rebet 而且rebet 一般上都是 5到7个巴仙 要不然的话 10%的话 就会很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下 其实这个HEC 对这个购物者来说 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优惠 那你在行情好的时候 其实也 应该也没有什么机会 会有这样的 所谓的offer 所以NRT 这个18千 是discount S&P 它不是rebet 也就是说 如果是500千 50万 它的S&P 写到是45万 对吗 对 因为 它一定是要扣了 这18千 S&P的price 才是那个 已经扣掉的价钱 那如果你 没有再给 furterrebet的话 就算你跟银行 贷款到那个 90%的话 其实还是要 拿出那10% 以刚才的例子来说 一个45,000的 那个负担 是很重的 所以发展商 被迫 一定要10%之外 再额外的 给那个rebet 可能一般上 现在的rebet 应该是 不到7% 所以 整个东西来说 可以去到 S&P就是17% 对于这 stand duty 这一边的话 它的算法 是这样 就是说 前面 印花税 要给两个层面 第一是 那个transfer 就是 转让的那边 那个的话 前面100万 是前面 那比如说 打个比方 如果你的是 1.5个million的话 那后面的 那一个 所谓的 那个500千 就要给 一个 就是它的 3个percent的 那个 印花税 那贷款方面的 那个印花税 就是 up to 2.5 million的话 就是全免 所以这个很大 其实3% 还是有一点 优惠 因为之前是4% 还是有一点 小优惠 但是100万里面 都是全免 但是Dr.Peter E 这个我所了解 这个只是 cover在 有参与 HOC的 好像还要 radar approved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就是并不是每一个项目 你去买它给你折扣 你就可以 拿到免运花税了 这个还要怎么样去查呢 Dr. 这个是HOC的 对 全部是给HOC的 Paseo没有 嗯 那么怎样鉴定呢 谁是HOC呢 要去怎么样查出来 那个要问 developer 给你教 哈哈哈哈 这个的话 其实要向发展商 会去注册 要向radar注册 但是当我们要 去买项目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找出 哪一个项目 到底是不是 under这个 HOC的program 这个campaign了 HOC本身 有一个web page 那个所有参与的 发展商都在那边 所以大家去打一个 home ownership campaign 在Google search 一下 就可以找得到 哪一个发展商 有还是没有了 那么当然 这个HOC里面 除了这一个loan之外呢 但是大家要切记的 这个是属于这个住宅的 但是是不是 买多少套都 可以拿到 全部免运花税呢 如果我买 这个发展商 我买十套一个 80万 80万都全免吗 十套都全免 这个运花税 不限制哦 对 它没有限制 对 这样很好 其实这个所谓的 这个HOC就是 拥有这个房子的计划 在1998年和1999年 曾经做过两次 当时也是有 货免这个运花税 那时是少于25万的房子 所以这次重新推出来 它的影响效率大不大 因为在98年的时候 那个影响呢 那个是 真的是收益良多 房子的这个市场 受到很大的改善 如果各位要注意的话 到底这个HOC 会不会带来这个影响呢 你不要之后才知道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你马上知道 可以进场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进场 因为发展商的这个项目 我觉得它的产量 是最近都减少了 我们是讲 当大家都减少 又有优惠的时候呢 接下来会不会 闹成价钱再上升回来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在这一方面 大家还是 你还有什么补充 在HOC方面 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课题呢 这个HOC 如果你想买屋子 自己自己住 现在应该是天时地利 危机的时候 应该可以买 买来自己住 自己住 当然你要选 那个屋子进你的 孩子学校 你的方便 然后你今天要考虑 但是投资者来讲 还要研究一下 那个产业 已经建好了嘛 可以住得出去嘛 然后如果我要买 要holding别例要急久 全部要算一下 一点好的话 价钱适合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了 但是如果是买来住的话 肯定可以 这个是时间了 投资的话还要研究一下 好的 我们的义广财博士 他是一个非常实务的投资家 所以如果你们是要打稳仗的话 就听听我们的Dr.Peter的这个讲法 那么其实呢 我们看到的都是 其实我们必须要的是刺激买气 但是其中有一项是 想刺激卖气的 他就是货免这个RPGT 三套RPGT 只是只限住宅期的 你卖了你就不用给RPGT 这一个对我们的市场到底有没有影响 我们请可能Kenny先来谈一下 我看你现在可以卖三套了 今天 其实那时卖的那个时候还没宣布这个出来啊 我们这么来看现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配套 整加拉的这个配套呢 我看到的就是针对卖气来说呢 就是发展方方面呢 已经有这个配套气了 那么在这个二手房屋的这个市场呢 对焦乐来讲呢 一个鼓励的就是这个 这个RPGT 这个可以有三套我们说房子 对我觉得其实都有些护照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他们 他们的这个房地产 他们个人的这个组合可能要重启 或者是个人的一些财务方面有这个压力 或者是他对于房地产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市场 他有一些看法 他想要卖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追踪力 我相信未来的这个一年一年半里面呢 会有很多这些二手房子会拿出来卖 有一些呢当然要做功课 他的那个价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意味 所以呢 这个一个要算大钱的一个投资者 下的工夫一定要比别人很多 这有帮助的 好的 那我这里再打算一下 刚刚开始就是我听到一支范姐的时候 我甚至自己都很冲动 就想到要把手头上的习惯有两天 就是是commercial的 哇 这个六本际跟这个现在不用给 我自己本身都想要卖 了解的时候才知道 我要个人名字而且是自财的 所以就 酷到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是这个时候 我自己本身都想要卖 对对对 所以投资者如果是以公司来买 或者是这个 这个投资的这个investment company 或者是买商用产业的 其实还没有在里面 待会我们回头会跟你讲商用产业的 这里我们感谢 我们有这个 他讲外国人也是免税吗 我知道你是外国人应该是日本人吧 对吗 但是很对不起 第一次的宣布 还没有跟外国人扯上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 待会会跟你谈 接下来 国家整个房地产的政策 因为这一次 本家党是整个全面性的经济 所以房地产只是占一小部分 但是未来呢 外国人方面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好消息宣布给你 那么 共府有个我们讲 说吧 又不用去check哪一个project 有没有参与HOC 因为HOC本身是一个卖点 developer肯定会第一时间收出来打广告 那么你们就要勤劳地去看广告了 如果那个广告里面有HOC 他们都会写上HOC 对吗 谢谢你Bernard 也谢谢你的意见 然后 那么Augustin 你讲说 这个RPGD没有了 是给草家一个机会 推高房价 他们可以自己卖自己人 这个很难了解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其实现在卖房子都没钱赚 所以RPGD影响应该不是太大 Dr.Peter 你认为呢 现在基本上卖的房子 每个都要怎么20% 30%折扣 怎么还会有 这个呢 除非是说 很多阿公阿嬷 留下来的那些5%的 没有的扣 现在是省了5% 你这边在RPGD 真的会影响吗 因为我倒是觉得 没有什么人赚钱的 Tax 有没有Tax都没关系 你认为呢 Dr.Peter 对 RPGD很重要 因为啊 没有RPGD容易卖嘛 很多人啊 现在的行情啊 你知道了 很多那个 厂工厂的老板啊 什么啊 他们已经 要还 还薪水 还租金啊 有一些已经拉不过了的 他一定要卖 他买多了啊 他肯定要放点出去 给他的现金周转 可是我们也是嘛 如果卖点出去啊 我们可以再再投资过嘛 对对对对对啊 近我的产业啊 还有RPGD 比如说前五年六年买的 都还有那个 RPGD的 首先拿掉RPGD 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他的价钱 在第二首啊 RPGD 颁到很多 那个第二首的产业 Secondary market subsid 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sector 价钱可能 因为有RPGD 他的 他的那个 跟拿回的钱比较多了 他可以 比卖低一点嘛 现在很难卖嘛 所以稍微低一点 就能买了 这个流动性啊 资金流动性用来的 所以产业就是要 这种东西来 来给他 给他 给他 给他长大 所以我说现在是 呃 产业的春天 的来临就是这样 春天要开始了 开始罢了 每一个 节级啊 不是 马上一年两年啊 可能是三年到四年 每一个 呃 产业的 节级啊 好的 我们看啊 Dr.B的讲话是蛮小心的啊 哈哈 那么呃 其实对了 其实对卖家来讲 想要卖 现在整个市场呢 不是买气的问题 是很多人都想卖房子 那么唯一对卖房子的人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RPGT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RPGT只是给 住宅房地产 对吗 那都低 对吗 啊 这边可能我补充一下 就是以比较 实际的角度来看 好吗 那当然这样呃 Dr.B刚才说的 就是说除了那些 一点点的saving的话 其实更重要的是现金流 呃 如果你是在三年前 这三年之内买的时候的话 你你还能够赚钱的话 你算是很厉害了 所以现在卖的呢 一般上都是应该是超过五年 超过五年的话 个人来讲只是一个五八千 公司来讲是一个十八千 换句话说 你算一百千 政府才从一个五千到十千 当然在这么 这个情况 大家都缺钱的情况之下 每一分钱都是钱 也会帮助到 可是实际的帮助是在 在哪里呢 其实在现金流方面 因为除非你不赚钱 你一赚钱的话 其实你整个交易价格的 一个三个八千的话 就要先交给那一个 所谓的税务级了 所以当你先买卖 合约的时候 原本以为你可以 收一个十个八千 可能两到三个八千 就给了中介 那其他的三个八千 就要给LHDN 就是税务级那边 就算真正你算起来 可能你所赚的 可能是一个 比如说一百千 那一百千的话 比如说你卖的房产 是一个一百万 那一百万的三八千 就是多少呢 就是三万嘛 如果你是外国人更多 如果你是外国人 就是七万 那这三万块呢 就变成你的现金流方 就会受影响了 虽然 可能你在整个交易里面 你只赚了那一百千 那你赚那一百千的话 你其实你要给的 那所谓的 实业盈利税 也只是区区的 五千块 可是你只要上缴 三十千 那你二十五千的现金流 就卡在那边了 那当然没有遇过 有一些这些东西 就很多时候 政府前进了他们口袋 要拿出来是 蛮挑战的 几个月甚至一年多 有时我们也遇过 这样的问题 好的 可以讲到 这个重点 重点就在很多人 为什么要卖房子 因为像房价低 卖房子不是自愿的 那么 RBGT到底影响 有多大 是可以节省一些成本 如果他们的店是旧的 当然我们 这个 完保肯定呢 将在下个星期 在7月1号之前 我们会推出一个平台 就是急售平台 很多人需要到 这个现金流 想要卖房子 卖房子 拿回本钱 拿回这个现金 是很慢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将会推出这个平台 跟这些银行和这个 Financial Consultant 将会推出一些方式来帮助 SMI SME 那么 Kenny 我觉得这个RBGT 弄了会不会造成市场 每个人想卖房子 然后反而是房价会跌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就想提这句话 这句话叫做 历史是很惊人的相似 那我希望这一次也是相似 因为我们看最上一次 应该如果没进过 是08年09年 是吧 那时也是 没有公司 然后那个时候之后 大家都知道 发生什么事 2010年 2011 2012 2013 哇 全民街买房 我们不要说炒房 买房很光滑 那希望这一次 也能带东西 一阵呢 这个很大的 这个 这个买卖的一个空气 然后让整个行业呢 就整顿起来 可以养活很多人 然后发展商呢 进入现在的情况之下呢 会推出很多 很优质的房地产 然后呢 那些买家也卖家也好 就是大家教育的 这个价钱呢 帮忙都很满意 地方投资 好 哈哈哈哈 我们讲为RPG店卖家 我们讲为买家 那么是的 市场是有鼓励一些买房 那么LTV 70% 第三 他以前为了打压 cooling measure 为了打压 这个 投资者 那么第三间房呢 住宅的就70% 限制在这边 但是今天呢 开放了 而且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开放多少套都可以 对吗 政府呢 已经宣布 LTV70的限制 已经解除了 那么想请问一下 可能Dr.Peter LTV70% 解除了这个70% 单套房你可以拿到90% 这个对于买器有没有影响 这个对于现金流货各方面 对市场有没有帮助呢 这个我看没有什么帮助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要买HOC的project 超过600千 超过600千 租金 可以cover得到吗 投资者来讲 我们要看到租金 如果租金cover得到 我们就买 对Dr.Peter 一的是advice 如果你借得更高的话 可能呢 租金现在租金跌了 你cover不到installment 那到时又要要求一个monitorium 多六个月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说呢 那么 我们另外两位对这个LTV 有什么看法吗 这里我要来 搞清楚一下 就是第三套以上 不限定在这个70%的单额 只限HOC的房子吗 或者是任何的住宅房 二手房也可以 只是给住宅产业 Residential unit 然后要60万 60万以上 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吧 就不只是HOC 看看其实是蛮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说 就可能有一个要买房子的 一个要卖房子的 他们原本就在纠结那个价钱 那好了 那么现在已经宣布了 就Libroligan这减免了 那个人可能他原本 他不太愿意扣的 可能扣一个一万啊 两万啊 他都不愿扣的 现在他算了算啊 我那边我都省了 好吧 那我就把它给扣除了 我也促成这个交易 就应该有很多这种 个案会发生的 好的 谢谢Kenny Kenny那边的回应会比较重 那么无论如何呢 我们接下来 还有很多很要紧的一些讯息 要跟各位分享 我们再看一看这一次 就是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三个SOC RPGT LTV之外呢 我们发掘到这一个 Pajana 如果你有看回我们的Facebook 包括Personal Guarantee的Facebook 你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建议的几个 能够打救经济的 能够救SMI SME的 能够机动市场的 三个要点 第一个是上用产业 包括旅游房地产 因为特别是酒店什么都差不多打完了 这个要打救 那么第二点呢 是外国的资金进来 这个也要打救 这个我们马来西亚需要这些外资进来 然后第三点是二手房 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报道 整年里面都在推 二手房必须要打救 要不然会造成市场风势 下一个课题我们要讲的是 这一回政府对上用产业是完全没有看一眼 三个都是住宅 RPGT也是只住宅 HOC也是只住宅 然后LTV也是住宅 没有上用产业 我想请三位来分析一下 这个上用产业 Commercial Properties 还可以投资吗 因为都没有什么优惠啊 我们请Lavati先开始好吗 还是Kenny要开始先 最近我自己也有跟身边一些朋友 也有去看一些二手的商业的房地产 我觉得quite interesting 觉得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价钱不错的 而且找到也有这个tenant的 有这个租户 然后有一些甚至他的这个租金回报呢 是超过百分之五 而且还是在大陆旁 甚至也有corner的 就主要呢 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些人 因为这个市场上是这样 永远有positive的 有negative的 有种种想法的 有人想买 有人想不买 有人想卖 所以才有这个交易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买的好时机 然后这里我有一位朋友 我相信在座的 你们都认识着 你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那他前几天他也是联络我 他就他就因为听我说 我最近有去看这个二手的这个商铺嘛 他也叫我帮他留意 他说特别是那种很fly的这个地方 他说他非常有兴趣 因为这个呢 是根据他过往 他的这个经验 就是买了下来 很优惠的价钱 在一些很好的地点买了下来 守他几年 然后就可以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商铺呢 这些呢 就是他不像十年前 可能有百分之七个点八个点的那个租金回报 那可能现在我们说比较合理的可能就五个点其实都蛮不错了 那做投资呢 就是要投资房地产 我们说的是要比较中长期 不是短期短线的操作 那有这种正确的这个心态呢 这个时候呢 来好好的物色 这种商铺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时机 因为毕竟 这个市场上 很多很多人 是太negative的 对前景很negative的 所以我们有机会买到很好很好的价钱 我觉得对有钱的想买是好事 但是呢 就是没有一些incentive 这样incentive 就是这些奖业优惠 肯定会刺激市场 我一路来我觉得呢 虽然说住宅区的需要帮忙 但是呢 经济在大全地之下 我们需要搞动我们整个 要推动我们整个经济 因为 比如说中小型取业的人 他们拥有很多都市 商用产业 他们需要套现金 像Dr.Peter讲的 需要套现金 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奖业 卖的时候成本又很高 买的人又很多成本 又没有奖业 MOT啊 什么又没有 酒店啊 已经倒了 没有人住了 要卖 当然要有奖业 为什么政府不给这 commercial方面的 property 奖业 那么我们请我们的 三位贵宾来谈一下 你们再怎么看呢 因为这个商用产业 对我来讲 我总是觉得 就经济的火车 都就是商用产业 我来先 讲一下我个人的 这个意见 我认为是事情 有两面的这个看法 那现在没有这个奖业呢 就买的人 可能比较少 他们又用很多现金来买 那买的人很少 所以收了呢 可能他过不得已 他要比更优惠的价钱 才能把它给卖出去 那一些就 现在相对来说 没有这些奖业呢 也不会阻止他去投资的 这些人就会进场了 这些人可以买到呢 很好的这个价钱 的这个商铺了 那假设呢 我们现在再讲回另一面了 那有 也像这种residencial呢 有政府有这些 种种的奖励出来 那市场会很热 那对大多数的investor呢 可能要买到那种 平均间的这种商铺呢 可能相对就比较不容易了 因为如果我身为一个销略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 我的这个电路 那我就会钓鱼 慢慢钓 价钱会放得高一点 硬一点 所以我看到的是两面 嗯 我和Dr.Peter E 对这方面 都比刺激一点 我们看到到处的地方 从Sri Petalian Gujai Lama 到市区 到很多大城小镇 都挂着4Sales 很多店铺 特别是Franchise 很多年轻人 在去年刚刚投资了进去 卖什么泡泡了水的 什么的 今年差不多 大半都倒了 这些电路都空着了 这些电路空着呢 业主很惨 你知道吗 10月1号 在这个Molitorium 一过的时候 要公期的 电路的公期 是一万万升的 董哥 Peter怎么样 看到底 政府应该解决吗 我看到 我跟我们的回应 全部写 Yes 应该要有 Commercial的讲页 因为这些人 真的是面对问题 我们现在是在 救世救人 而且救换碗 所以Dr.Peter怎么看呢 我看这个10月 那个Badget 肯定政府会 给一点优惠 还要等到Badget Badget Hotel 三星期四星期 这些Badget Hotel 需要帮助 没有他们会死在场 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已经死了 但是投资者来讲 就是这个时候 你可以买到 好的商业 的电路 比如Cornerloat 那些 好的时候 你根本买不到 现在可以买到 现在不是5% 6%都可以找得到 主要的是 要有租金了 如果没有租金 在好的地点 有超过80% 有人租的地方 都可以考虑 不要怕 这是好时候 好时候 那我把Dr.Peter的 这个再解释一下 平时 商用产业好的 你是买不到的 因为他的租金 是会很高的 他是靠做生意 生意好的时候 经济好的时候 他的商用产业 特别是店铺 这些他的租金 涨了很高 所以是买不到了 现在这个时候 Dr.Peter的意思是 你可以找到好料 Cornerloat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价钱不高 那么如果再等到 我看你们不要等政府的讲业了 等的时候已经不见调 那Cornerloat对不对 Dr. 应该是这样说吧 开始考虑 开始做功课 开始跟踪那个程度 Dr.你已经开始做功课 看到哪里的Cornerloat 的生意转到线上去 这个对于 commercial property 特别是店铺的价格 有什么影响 会不会因此出现 Supply tory demand Kennie Ho 的NatoT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如果我们可以以中国的 那个市场来做一个借金 的话 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 中国的 所谓的那些 淘宝 还是网购 这样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 其实在好几年前 都已经非常的盛行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在中国的 那所谓的商业房产 其实受到蛮大的冲击的 那在这一次疫情之后呢 其实很多人的 那个消费方式都会改变 现在就比如说 F&B方面就好了 会更加倾向于说 take away 外卖这样的东西 那再加上受疫情影响之下 倒闭了很多的话 那在这方面的话 影响肯定是会有的 就是in terms of 那个supply和demand 的这一方面 我非常和 Gavin Dato3说的 非常有同感 就是说 政府每次在 吃鸡房地产的 那个情况之下呢 都是把 sub-save啊 甚至是说 所谓的这个 上用产业 都把它排在外面 排在外面 就比如说 这一支打RPP都好了 为什么要只是 限制在那一个 所谓的房产方面 住宅方面呢 应该 很遗憾的 它应该是 不够的 不只是说 只是residential罢了 industrial commercial的话 也应该包括在里面 我们其实讲到 LTV商用产业 其实有蛮相关 因为做生意嘛 做生意其实 现金流是 现在巨大的挑战 政府放了 几百亿几百亿的钱 出来就是要救市 那么如果 有的MSMT借钱 是很难的事情 特别是SRF啊 这些都遇到很多的 不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 没钱没钱 政府还说 你没钱我不借你钱 要看你的secret 好不好什么 这种种的东西呢 唯一要靠的 就是靠你们自己 我相信SMI SME 只要是老招牌 他们都有一些房地产 他们用的房地产 当然有住宅的 但是更加多 现金流的 就是商用产业 因为商用产业 都比较大块的 所以另外一个 不受重用 其实我一路来 每天都在提的 政府啊 你要救二手房 Secondary market 二手房救不到 就是会垃圾啊 就是这个 整个市场会垮掉的 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 所有的东西 RPGT SOC 再加上 LTEV 是算是 residency 二手房 也是OK 就是这些都 跟我们的二手房 不是太有关系的 就是 所谓的 买二手房 最大的问题 就是成本高 什么是成本高呢 我们的职业要 测试历史费啦 我们的银行 要测试一些费用啦 还有 Valuation fee 又要测试啦 然后它的 Valuation 又低过市价 又借不到高的钱啦 然后又要 Stamp Duty啦 买一个二手房呢 我朋友告诉我 我本来很想买 很想买 结果算一算 买一个一百万的 我要几万块的 MOT 什么什么加起来 所以我在想啊 政府还是 忽略二手房 听众朋友们 你们认为二手房 因为我们要 就是救每一个人 不是救一个大取悦 救每一个人的意思 就是每一个人 都拥有二手房的人 特别是 SMI SME 中小型取悦 他们要卖的二手房 为什么没有讲业呢 我还是 想不起这个logic 我曾经做过一个短片 给我们的首相 和给我们的财政部长 我说你要救二手房 我也在我们的 Yes Property and Travel Paper 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个在MCO之前 我都跟他讲 七年就讲了 一定要救二手房 但是所有的政策 对二手房都不理不睬 我说他是一个孤儿 所以我们上一次 跟几位谈也是想 成立一个二手房的协会 来帮忙这些买物者 甚至我的感觉啦 是很多人在这场经济风暴 在这场疫情之下 他们必须要搬房子 搬物子 从大间的搬到小边 从没有工作的地方 搬到有工作的地方 从电路关关掉的时候 卖卖掉去找一点更小的电路 office也要搬了 所以二手房很重要 你们认为呢 我请三位 看谁先发言 刚才Gavin你是说 我先大概发表一下 这个意见 就是说 你说二手房就好像 七云一下 就是每一年的budget 我们都抱着很大的期望 可是每一次都是非常的失望 那在过去两三年来 所有所谓的刺激 那个房产的销售的配套之下呢 几乎所有的都是和 那个一手市场有关的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 原因就好像你刚才也 其实也有带过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在dealing with政府那一方面的话 一定要让它听到我们的声音 在一手房产那边呢 至少有一个radar 像这样的association 去代表他们的 所谓的会员 一个工会 去向政府 争取他们应得的利益 可是在二手房这一边呢 就其实基本上 没有什么一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 那个团体去为这个sub-sale 这个market去发生 所以这一个方面的话 非常期待的 对于你那边 快快放这一个所谓的 sub-sale还是property 那个owner的一个association 能够把我们的大家 这sub-sale market的 owner的心声呢 带给政府 希望下次再budget这一边的话 就会有一些更好的消息 那至于说到 说会不会有崩盘呢 这一个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还不至于 因为在这整个 property market虽然slow了 可是还是有人急着钱 还是有人要卖 transaction会少了一点 如果你所谓的崩盘的话 是关于说那一个 价钱方面会不会 突然间因为没有政府的帮助 而造成很多人卖不出去 而大调 我认为倒不至于 最主要的关键是说 只要bank 现在关键是在银行那边 如果他银行 肯继续地贷款的话 我认为还可以 当然在这个HOC 从一方面看起来的话 就好像就是 从二手市场那边 抢过了那些所谓的sales 因为一手房那边有很多的 那个所谓的 incentive stand duty 这样的东西 二手房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从一方面看起来 HOC的campaign 好像对那个二手市场 是造成的一定程度的竞争 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它也会帮助到那个二手房 因为我们二手房的价钱呢 我认为只要发展商那边的价钱 扣得住的话 那二手市场的那个所谓的价钱 是不会崩的 因为二手市场的那个价钱 都是benchmark 连三个developer 一手市场的那个价钱 所以只要 所以在这个HOC里面 政府给出了这个所谓的 种种的incentive 帮助了一个 那个所谓的一手市场的话 让那个发展商那边 他们的房屋都卖得出的话 那只要卖得出发展商 就不会慢慢丢价钱了 不会慢慢丢价钱的话 那我认为二手市场那边的价钱的话 还不会导致说崩盘的这个局面 这个发展商的是 那个HOC是政府要帮忙发展商 没有的话很多会是人产 二手的产业类通常是投资者的 好像我们投资什么 这个时候啊 我们不会投资在 我个人啊 不会投资在发展商那边 因为我们要看它的利润嘛 要有人租嘛 发展商不稳定 除非买了自己租 投资的话 我们一定是选了 那个第二手的 而且是拍卖的 二手产业类 现在都可以进了 照我看啊 因为很多人都要卖了 他们一定要卖 因为他需要钱 不要东西 只要钱 现在说价钱可以谈 说可以考虑 但是呢 拍卖市场呢 我看还没到 要到等到明年 为什么 因为我们monitorium到9月 9月免租金啊 10月过后要给租金了 还有很多那个 这些 低压力 和 收费的 准备 5亿 还没有出来 这个慢慢都会出来 明年肯定会慢慢出来 所以如果要买拍卖的话 明年才开始 今天还不配动 二手的 现在就可以开始 非常精辟的见解 虽然说 照常理来说 拍卖的房地产明年会出来 但是呢 这还是有外围的因素 外围的因素 第一 政府的政策 能不能够在monitorium之后 打旧市场 第二 外国的资金 外国的投资者的气氛 会不会回来 第三 经济会不会好转回来 比如说呢 留业 留业如果一好转回来 它带来的经济的冲击 这个层面的受益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希望你们会 Follow up With Dr.Peter E 他在这个情形改变之后 我相信 Dr.时常会有做分享 在Facebook 或者是在你的 这个讲座 或者各方面 大家可以参加多一点 记得这几个月 是关键时期 大家要抓紧机会 大家要跟进 每一分钟跟进 是蛮紧张的 好像看联系剧这样子的 OK 我的看法是这样 其实我们看 马来西亚的 这个房地产的交易量 其实呢 是百分之六十七十 是二手房 二手房 它的交易量 是远远大于 这个发展商的 那个一手的 这个房地产的 那刚才Dato 3 有提到 在没有那个 讲业的这个情况之下 二手房的价钱 会不会掉下来呢 我个人也是认为 是不会的 那像刚才 我们的这个Dato T 他有说 那首先这个发展商 价钱要扣得住 因为那个是二手房的 就是对冲这个发展商 他卖的那个房价的 一个Bashmark在那边 一个标准在那边 那他的价钱呢 如果呢 比发展商卖的 发展商是有很多 那种配套啊 什么的 那二手房呢 他的价钱呢 可以卖的 相对来说 好像比较便宜 比较低 他的市场永远在那边呢 那我看回我自己本身呢 为什么这过去呢 这几年来呢 我所投资的那些二手房 都可以出手 有些也是从那种 Lay-long的那个产业 买回来的 有些是二手的 有些甚至是做 Least Option 像我刚刚上个礼拜 我们也刚刚谈了一个 也是Least Option的 这个手法 谈回来的 为什么这些房子 还是可以卖出去呢 那刚才呢 Dato3呢 你说到买一手房的成本 比较低 我的看法呢 其实二手房 也有它低的一面 那首先我们看 你们现在 如果身为一个home buyer 我买了自己 我买了投资 我买一个一手房 那这个 发展商 HOC啦 有Incent 有free 这个free那个啦 那二手房 看起来好像没有 其实也不尽然 那首先 二手房 它已经盖好了的 它已经在那个市场 已经在那个土地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这个房子呢 就是它很多 二手房里面 已经有装修了 相对我们买那种 一手的房子 我们还有一笔装修费 我们还没算进去呢 未来如果你要租出去 你要转手 如果你转手卖 那令他别人 如果你要租出去 自己住呢 你就要投入一笔钱 那像我自己本身 我们所做的 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 seller 其实你要对你 如果你是 是一个投资者 你不是一个home buyer 你是投资者 如果你的房子 要卖出去 先不要说赚钱 你要卖出去 你自己的责任 你一定要放一个心思下去 像我有买过一些 很烂的地点的二手房 很烂的地点 注意听 因为那个地方的人 会比较 他们的这个水平 会比较低 还是卖得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房子 我买回来 我们买回来 我们就装修 我们就应用 我们自己 有的一些知识 把最小的本钱 把它最大化 就看起来很大方 很得体 很ruxory 其实花的本钱 不是说太多 那些要来看房子的人 他就看整天 房子都装修得好好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装修费 把它package进去 这个买价里面 这个是发展商 除了那个发展商 可能他的fullly furnished 配套 要不然的话 发展商这方面呢 就他没有这个优势 我们如果是seller 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优势 所以呢 市场上有这种需求的 还是会来买二手房的 所以我看到的是 不一样的需求 不一样的市场 好的 这个也是有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 谈到这个二手房呢 如果你们想要 就要卖房子 我们万宝科尼会推出一个平台 记得关注万宝科尼 这个平台呢 就会想 想卖出去的房子 我们会尽量的帮忙 我们会有 专业人士来协助你们 包括如果你们 需要套现来做现金 看最短的时间 能够从你的房地产 套到怎么样的现金过来 接下来这六个月 是关键时期 我们大家的企业的生存 我们个人 是不是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这个是政府不单在关注 我们个人 你自己也要关注一下 那么当然接下来呢 我们除了讲这个东西呢 很多时候我们 上一次我讲过 就是旅 现在最糟糕的商用房地产 就是旅游房地产 酒店啊 杜甲村啊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Local Travelling 就是本地的旅游开放的时候 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 蓝卡威的 一千套的房子 马上租掉了 就是这个酒店 我个人认为他们说 The last to be recovered 酒店 但我认为是 如果在工厂啊 在各行业来说 只要疫情一过 只要飞机一飞 只要我们的国家 门口大开的时候呢 这种报复性的旅游啊 我觉得反而是最好投资的是 旅游房地产 但是呢 这一次我们看到 政府推出了 蛮多旅游的奖业 在本地亚里面 包括税务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一年半 旅游月好像 会赚大钱哦 当然如果那个行业赚大钱 这个行业的 这个行业的产业就 就就就就就贵了 就价钱就会高了 所以现在反而是投资的机会 但是现在投资风险就非常大 万一疫情跑不掉怎么办呢 我们来请三位 可能请Dr.Peter一先 看一下这个旅游啊 我今天没有请到我们旅游局的 或者是旅游部的朋友 但是他们三位都时常去旅行的 所以我们先请Dr.Peter一谈一下 哎 旅游房地产 或者是政府在本加拿点 旅游的这些奖业 会不会造成我们应该看看酒店 因为太多酒店在for sales的现在 或者是渡假存 或者是跟旅游有关系的行业 这个旅游业 餐馆现在是最多在外面 我看是过渡期了 这个时间很短 过了全部都ok的 旅游也是ok的 只不过这个调整期里 你们买的话可能要有那个 holding power 最少能够拿在首安旅游一年 能够封银行的代码就可以考虑 买进的价钱又低 还是可以考虑 将来是ok的 看地点 地点好 ok的 对的 其实在旅游一开始 我感觉到新的new normal 那么新的一个常态呢 人家去旅游可能会改变 在想如果经济好转 我也想去散散心 但是我去的旅游的地点会改变的 我可能不会去欧洲那种闹市shopping的 我可能会找一些 基班牙的那个海岛 我可能会把印度尼西亚的海岛 或者是说海边或山上旅游 是不是这种旅游是有改变的 我们可能 Kenny 你要做发展商 你不要去发展不对的地方 那什么地方才是对的 你可以告诉我吧 那我本身是很喜欢旅游 过去的几年 我平均每个月都有出国去玩 这一次的这个MCO有一点痛苦 因为就待在家 有一点要啼笑了 本来今天 本来就是星期三嘛 对啊 今天本来今天呢 就已经plan了 我那天就是星期 就上个星期嘛 就想要去朗高一了 不过去不成了 我现在还坐在家里 那朋友跟我说 这个槟城的这些卖榴莲的研究不像以前 坐着等游客来吃榴莲 现在他们都在做网购 他们不愁 他们不愁卖 不愁出路 而且我今天 今天就是 deadline了 我今天就要跟他说 我有多少个人头要去吃 他才预留给我 要不然去到那边 可能榴莲也吃不到了 那说到那个酒店呢 就是这个星期六礼拜天呢 也是上网去看啊 非常的火爆 所以像刚才达特斯利说的 这个是那种 复仇性的这个 经理 理由 那段日子 我要转回来 我要去旅游 我们看到中国 他比我们早开放嘛 那我们看到五亿 假期的时候 很多经典都人上了海 那只要这个疫情呢 就是平稳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 大多数人跟我身边的朋友 跟他们谈 那今年未来的日子 我们说下半年 很多我身边的朋友 好像也没有听说 有谁有意愿要出国去玩 还是会啪啪 那马来西亚呢 如果呢 就是平稳下来呢 应该是在国内玩 所以看到马来西亚呢 国内的旅游呢 应该春天也不远了 那作为这个旅游的产业呢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 世界越来越进步 工作也越来越轻松 而且 以前很难想象的 就是以前我们说 在马来西亚 在我小时候 看到那些大人 一个星期 有些工作七天 工作六天 工作五天半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甚至中国有一些大城市 他们一个星期工作四天半 那工作越来越休闲 很多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 那他们会注重 他们的休闲的时间 他们会注这些旅游啊 家庭啊 种种 所以呢 旅游业呢 是不会倒的 只要没有这种 我们说 这种什么 恐怖事件啊 或者是这种 示威啊 或者是这种 那旅游业呢 会越来越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呢 如果在本地一些旅游相关的产业 如果那些业主 他们真的是守不住了 酒店啊 或者是一些 很好的位置的一些餐馆啊 那我觉得如果 配合我们 认为一个 跟那些有这种 旅游背景的 这些人 做一些策划 去投资 去做一些 structuring 我认为 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 很高回报的 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 好的 谢谢Kenny啊 这个大家都听到了 这个有一个好的回报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就是 刚才大家一直在问的 马来亚是很急做 需要外资 特别是房地产 特别是一些 高档财 特别是我一直在 强调的旅游啊 这种商用产业 教育产业 客户都是外国人 那么需要外国人 如果有外投资者 他们就会有attachment attachment的意思就是 他们会 带进了他们的 孩子来读书 带进这边来做medic 医疗治疗 旅游化 都是外国钱 人民币啊 美金啊 新币啊 马来西亚就赚钱了 那么现在呢 看到的这个是 Pentjana呢 是完全没有给到 外国人一点甜头 RBGT也不给 贷款也不给 那么到底 以后会不会给 到底这个对我们 外国人投资 马来西亚的情绪 有没有影响到 那么我们请我们 Semi来谈一谈 可能先请DOTT来谈一下 FICDOTT是很专业的了 那么这一次 完全在法律上也好 在税务上也好 都对外国人没关系 这个会影响到 会影响到吗 如果说Under 这次Pentjana方面 当然不是针对说 房产那一方面 如果以说 市领外者那一方面呢 其实他们是有给了 一些所谓的税务的奖页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把 来马来西亚设厂的话 那你可以投资 就是应该是 3 是3亿到5亿吧 还是30个million到50个million 那你的可以有一个 长达10年的一个 所谓的免税期 10到15年 depending on你的 那个investment的 那个amount 这个是政府做出 吸引外资的一个 一个措施 当然 虽然有这个 可是timing方面 我相信就 就有一点慢办法 你正在等权 没有钱的时候 才出这样的措施来的话 可能 相对来说 效果可能 可能没有那么好 这个是真正的是 吸引FDI的那方面 当然 不是说在 房产那一方面 那在房产那一方面 我记得上一次 如果唯一有的 所谓的措施 就是吸引外资 外国人来这边投资的话 就是 把那个 sealing price 从很多个国家 很多个州的 一个million 甚至两个million 调低到所谓的 60万 60万 可是这一个 我认为市场上 他们的 接受度 其实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 把sealing price 调低到60万块的话 它有限定 某些的一些 所谓condition 它的condition 就是说 只局限于 所谓的 property overhang 就是自销的产业 那自销的产业 就是说 你一定要 先好拿到 CCC之后 超过九个月 卖不出的话 那你才 在这样的措施 之下呢 那个 foreigner foreign buy 他们也不傻 这些 对他们来讲 很有可能 都是卖不出的 所以 市场的反应 到现在 我认为市场的反应 还是真的是 一般般 那 在这方面的话 我认为 既然在马来西亚这边 缺少了非常强的 这个买气 因为 每个人都缺钱 对吗 现在 很多人想着 就是说 到底之外 怎么样存活 投资还是排低 当然也有少 也有一部分的人 是有钱的 可是可能 是比较小部分的 那我们能够寄望的 当然是 就是说 外国的投资者 那现在 在某一些国家 比如说是 江港 还是一些欧美的国家 他们都有一些 所谓的 social unrest 就是说 比较 比较不稳定的 社会的情况 那会让有一些人呢 想要把他们的 所谓的 industry portfolio呢 分散风险一点 把它 赢过来 那马来西亚相对来说 以价钱来说呢 是 可能 是整个亚洲 甚至整个 东南亚 比较 比较 所谓比较便宜的一种 那我认为 政府应该 趁这个时候呢 加大力度去 推动 把他们吸引过来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说 就是无条件的 就是把它放宽 那个sealing price的话 你可以 调到 可能是说 60万 而不需要附带 那个 property overhang的 那个condition apply to subset market 当然 也有一些国人 会认为说 哇这样的话 会不会说造成 哇马来西亚的人 的房屋 变成更加 不能够负担 要买的东西 都给外国买掉 可是我是认为 如果只局限于 所谓的那个高楼 这个其实是没有影响 因为高楼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空气嘛 property in the air 就是这个 它的所谓的供应量 还是什么的话 会相对来说 可以是比较多的 我认为在这方面的话 政府可能可以考虑说 把那些 non-landed high-rise的 这些property 对外国人更加 friendly 更加开放性的 因为代价层 那样方面 绝对是 是有盈利的 好的 我们其实 但是WT讲的 是非常的有道理 也是我时常一直在强调的 但是就是 应该呢 特别是那个 overhang 是60万 每一个省份 又不一样 每一个州不一样 然后每一个要申请 其实我们现在 想要政府做的 就是一个campaign 所谓的一个活动 一个campaign 那么就是要 cross the board 不要太多附带条件 现在已经是非常confused 特别对外国人来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限制商用产业 60万就可以买来说 当然各州 还是有它的权限在法律上 但是做政府 应该不要说 要申请这个申请那个 我们想要买呢 哪一间这60万 可以买外国人 我们都很头痛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这个外国方面呢 我看到Kenny也是 时常跑国外 而且还去投资外国的 也带了一些外国人 过来马来西亚 投资你 看看我们这一个 外国的这个奖业 是不是应该提供呢 那么是不是应该有期限呢 是不是应该限制 在哪一类型的房地产呢 Kenny 这一次的本家 我们看到 就没有针对外国人 在马来西亚买房地产的 这些奖约 然后我看到这里 有一个叫做功夫 功夫他说的 就 就 调低 sealing price 是不够的 外国人不会因为价钱低了 就过来买 重要的是大马 要让他们认识什么的 那我本身 我有这些经验呢 我其实更多的是带马来西亚 身边的朋友到国外去买房地产 那我们看到国外呢 我看到相对比较成熟的 应该是泰国 做得非常的成熟 他们不是用很漂亮的房地产 或很漂亮的价钱 对比他的国家 他的价钱很便宜 人家来买 人家不会因为你的房地产 便宜而来买 人家要知道 为什么我要来你这个国家 买你的这个房地产 那我就谈回 最近刚刚这几天而已 我就看到有一个国外朋友 他就在推马来西亚的房地产 给他国外的朋友来买 那过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呢 在卖马来西亚的agent 或国外的agent 在卖马来西亚的产业呢 我们说在雪隆呢 主要就是集中在吉隆坡 市中心 Montkia La Bangsar Daman Sara 这一带吧 那这一次我就看到他 share给我的那个video 我就看到 这个很新鲜 这个是在Pujong 我的天啊 外国人会来Pujong 买Poverty呢 但是我看到他做的东西 跟以往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在做中介的朋友 这朋友一定要下功夫 他就拍一个影片 有一点像那种 我们在电视看的 综艺节目的 他就从介绍Pujong那边开始 Pujong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地方 在这里你要读书 你要去市中心 你有这个LD可以做 然后你要吃的美食 然后他有拍了 哇可以吃到中餐 可以吃到这个西餐 可以吃到马来餐 印度餐 什么餐 都有 那从这里 我相信已经引起 这些国外的这个买家 他们的这个兴趣了 那么下来呢 当然 我们马来西亚 其中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的房地产 我们的这个面积 除了实用 还是挺大的 对比那些 经常来我们国家买的 这些 那他就放那个影片 给他们看里面的空间 里面的布置 他有 有 我觉得这个影片 如果我是外国人 我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 我是愿意过来看 然后他的价钱 对比 吉隆坡市中心 当然比较便宜 因为这是不中的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国外一些国家 现在 或者是一些城市 比如说香港 那他们现在呢 也是很多有钱人 其实现在 也想往国外跑了 也想要移民去国外了 有一大票人去了台湾了 也有一些去泰国了 马来西亚了 什么的 那他们的钱 他们呢 对未来呢 他们跟以往不一样了 他们也是 轻轻计较 不像以往那么大方 那他如果说 真的是要买房子 要来这里 职业 来这里生活 我们讲的是生活 为什么不中不可以呢 何苦一定要KL呢 那我看到这个是 现在 我身边 我看到的是一个变化 就是那些介绍 马来西亚的房产 不只是KL而已 也有一些 不错的这个地方 以后不懂 会不会也介绍到 什么那边去 去刚才的那个 Equal Reset 又很靠近 空气又好 又没堵车 其实对的 其实很多好的房子 我们在New Normal 之后 在疫情之后 大家不要以为 只有四七中心 是最好的 概念比较重要 concept比较重要 医疗教育 这个方面都是 附带条件 外国人来到 马来西亚 要的是什么 大家希望 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么马来西亚 是最漂亮的 一个世界 一个国家 希望大家懂得珍惜 那么在结束这个节目之前 我想请三位来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到底是 下一回的房地产的好消息 到底是不是要等到 Budget 2021呢 还是 现在应该要买一些什么 我们用短的时间 两分钟 一个人最长 做一个总结 下一个好消息 在什么时候 如果要买房子 是不是这个一年半年 里面应该买房呢 我们从 Dr.Peter先开始 简短的 谢谢 你看银行利息 差不多2% 有一些钱已经流进去股票 股票已经上到前五七了 所以反弹很快 所以高了 危险性高了 一部分这个钱 会流去产业 这个SoC 这个Benjana出来 时间刚刚好 我看一部分股票的钱 会进入产业 Primary market Secondary market 可能Ocean market都有 Overall 很好啊 这个 台面很好 关于外资来马来西亚 我在股票 check里面 那个买卖 现在最多的是 本地的资金 跟少互 外资一直卖 外资资金 没有进来 可能是政治不稳定 什么 So 真正的 改善 我看要等到十月 十月肯定政府会补充 很多东西 刚才我们讲的 好像领游业 还有很多产业 商业的产业 政府都会想一个方法来帮助 这方面的产业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再请 Datudi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到底我们的好消息 下一个 因为我们有几个被忽略掉了 会不会再来呢 要不要等到 2021 十月多呢 还是你认为 最近这一年半年 是不是好投资的机会呢 好 先说那个budget吧 这个就真的很难 很难定论 因为 如果我们国会成功 在企业开会的话 那会是一个 很热闹的一个景象 当然如果能够通过 像NATUSRI所组成的 一个这样的公会 去push的话 那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那个所谓的刺激的 这个房产的措施 那一个二手房 包括一样的 STEM 流地 アプライ 还有其他的所谓的 一些奖励 那可是传统上 我们来看 在这样疫情的方面之下呢 政府要做的是 打造经济 刺激经济 可是在过去的 很多个budget来看呢 这个所谓的房产 虽然它关系到非常有 可能是说 下流行业的话 可是传统上 都不是我们的国家的 真正的一个所谓的 economic的那个driver 反而是那些基建啊 FDI啊 外国直接投资啊 或是local consumption方面 这三个反正是 政府比较注重的 一些所谓的 economic的这些driver 所以我也不敢抱 太大的希望在这方面 那讲到说 whether这个201 接下来 会不会是一个 买房的一个好时机呢 很简短的 我可以总结就是说 现在interest是 前所未有的低 OPR只是28了 一共我们连续的减 那个利息也减了 第四次 第五次也有可能 会发生在企业 好吗 那房价 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 也跌了蛮多 那只要你是 买来自己住的 那其实尤其是在二手市场方面呢 是有着非常非常好的 所谓的一些房产 等着你的 所以 for those 买来是 for 资助的话 而financially 你又是ready的话 当然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time 可能就是我所谓的 once in a lifetime的 一个opportunity for买到一个 这么合理的一个价钱 因为整这一波之后 很难说 如果那个 property在返韩的话 可能对年轻的打工 一株来说 可能要在 Klan Valley这方面 能够买到 affordable的 这个房屋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好的 感谢 Dato T Dato T 讲的最有道理的就是 在我人生中 他是比我年轻 但是在我人生中 通过第三次的经济风暴 我觉得 没有哪一次 比这一次 最全面性 全世界性的 最个离性的 最好机会的投资 但是也是我们最 没有能力投资的一年 所以呢 有能力投资的 或者要自己拿来住的 真的是天下的 一个好机会 这个我可以 告诉你 基本 我们讲基本的是 enormal 不是每一个房产 但是基本上 这个是我这一人生中 里面碰到的 最好的机会 那么当然 刚才Dato T 有谈到我们这个学会 我们要组织一个 二手房 还有这个房东的学会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message给我们 做我们的 Founding Member 我们希望尽快地 把它组织起来 能够代表我们个人 没有受到照顾的 个人房地产的投资者 或者买房者 的一些 政策上面的一些争取 或者是一些讯息 或者是一些研究和报告 那么在这里结束之前 还有一位贵宾 他就是 Kenny Che 我们的 Kenny 会跟你总结一下 看看到底好消息 要不要来了 好康陶 还有没有呢 Kenny 谢谢 Dr.3 那首先刚才 Dr.E 还有我们的 Dr.T都有提过了 那么现在呢 是有史以来 也是历史的一个低点 就是那个利率 很低 然后我们也知道呢 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上半年呢 银行呢 贷款呢 这个业务呢 就很 银行也很惨 也生意做得很少 那我看到的 就是下半年开始 因为银行是很 sensitive的 他们会很会 看政府的脸色 做生意的 他看到政府 现在要整形 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 这个领域 然后放肆出 那么多的 那个奖页 我相信银行呢 也会更开放的 更积极的释放这个贷款 当然不是乱 approve 还是要看个人的 那个贷款能力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的那个 Benzana这个政策呢 特别是第三间 就是minimum 要600千以上 第三间就不限制 在70% 那过往 我相信 在这个市场上 有蛮多 他们其实还想再投资 但他们就 算了算 我买这个residential 我还在 已经有两间了 超过两间了 我在买我的成本 我要拿出来 然后便宜会比较多 但偏偏 我又买了一段时间 就是这些 已经有经验了 已经买了一段时间 他们有眼光 他们看到现在 房子 好像不错哦 HOC呢 有HOC的好 二手房 有二手房的好 那我现在 我去贷款 第三间 现在不限制在 70% 可能我还是 可以贷款到 90% 那我觉得会吸引了 很多一大票 这些人 现在就 跳进来了 因为政府 不知道几时 又把这个水喉 给关了 那还不趁现在出手吗 我觉得 市场呢 根据这个政策 会热起来 当然还有呢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Area Property Game Tax 三间 就免了 虽然像 Dato Tikan的分析的 很好 实际上来算 不是说 省很多钱 但是 省的 毕竟还是钱 很多人 还是会 斤斤计较 就趁着这个时候 这个时机 可能小房 大房 什么的 就拿我身边 一个认识的 他现在目前 这个时候 很积极的 在筹备 要从斯米里 搬去 Bungro 就 显得是 二手的 所以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机 可以造就一些人 所以我们要 擦亮我们的眼睛 看看怎样 从政府 所给出的 这些奖业 来让我们 得到更多的好处 好的 感谢Kenny 今天在这里 我要感谢 我们三位嘉宾 我们的Kenny Chia 我们的房地产达人 我们的住民律师 Dato T Dato T Dato T 还有我们 非常自身的 房地产达人 叫做Dr.Peter E 我们更加要感谢 全体的观众和听众 守住我们 一个半小时的 每逢星期三 八点十五分 刚才有人问了 这个是 每逢星期三 八点十五分 王牌对王牌 下一次的节目 将不是重点谈方式了 现在这个第一系列 霸击 已经在今天结束了 下一个系列 将会是另外更精彩的 好康陶 要介绍给大家 王牌第 王牌第八季 今天原本的结束 我们感谢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听众 我们感谢我们的贵宾 我们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晚安 隆重介绍 一个新的 房地产平台 在马来西亚诞生了 OneBioCony 为您提供 全方位的服务 这里有新的讯息 与专业文章 也可以通过视频 参加网上课程与讲座 还有网络书籍 电子刊物 网络电视 买卖平台 专业资讯等等 一台手机 一个APP 带你走进投资的世界 请马上下载 OneBioCony 想要比他人更了解 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吗 OneBioCony YouTube平台 等着你 带给您最新最强的好料 拿起你的市值 马上按一按 subscribe 开启小铃铛 我们会让你 付起更多的房地产 好视频